按说美利坚号称世界第一 实力那么强 科技那么发达 那么民主 那垃圾分类处理这件小事上 不是第一 怎么着已领先世界吧 可美国人实在是太能造垃圾了 美国占全球人口4% 产生了全球12%的固体垃圾 如果来对比 中国占全球人口18% 产生了全球15%的固体垃圾 美国人均生产垃圾的 数量是我们的3.6倍 美国人均垃圾产量 全球第三 垃圾总量第三 人均垃圾排名第一的是 那个被所有人认为风景拥美 环保天天挂嘴边的加拿大 为啥美国人这么能造呢 因为美国人从来都没有 勤俭节约的说法 这国家没钱了 要么印钞 要么出去抢劫 奢侈浪费 是美国的习惯 虽然美国现在已经是 妥妥的全球最穷国家 负债额全球第一 但美国人该怎么浪费 还怎么浪费 超过两小时 没卖掉的汉堡炸鸡腿 直接扔掉 不允许服务员拿走 美国就没有小包装 小物件非要用个大包装 买个口红 恨不得给你用蛇皮袋子装 所以图书馆凌晨4点灯火通明 不是人人都在学习 而是每关灯而已 凌晨6点都是灯火通明 超市的菜都要削成一样大 所有的蔬菜 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削下来的直接扔掉 美国非常流行一种 叫baby carrot 小胡萝卜 磕头整齐划一 其实都是削出来的 多余的边角料都蒸了 真正做到了一斤萝卜 削完还剩4两 60%直接当垃圾容 不像咱们 边角料起码还能切煮个汤 炒个米饭 再不计喂猪喂兔子 美国人每天大约丢弃 11到15万吨粮食 40%的蔬菜 20%的水果 25%的牛肉 10%海鲜 平均每个美国人 仅仅丢掉的食物 可以养活三个 在哪加二的人口 美国人全年24小时 不分昼夜地开空调 美国人一直以为 10%的南瓜 相当于非洲小国 半年的口粮 美国人还酷爱浇草坪 每年浇的水 是东南亚国家 灌溉稻田的三倍 双面复印更不可能了 60页的资料 就要给你用120张纸 单面打印 美国人从来没有在太阳下 晾衣服的传统 你在美国根本找不到晾衣架 因为都用烘干机烘干 反正就是大手大脚 毫无忌惮 简直让人目瞪口呆 毕竟强盗国家 除了大萧条使鸡 就没挨过饿 大国浪费大国 能源消耗大国 人均碳排放 常年第一的国家 却天天嚷嚷着环保 把碳排放放在嘴边 让发展中国家减少碳排放 说一套做一套 指挥别人一溜一溜的 这谁能接受 这不是圣母表吗 美国的钢表的是 他也怕自己太浪费了 资源不够用 垃圾越来越多 把美国给埋了 所以美国的逻辑是 我们要鼓动全世界解约环保 只要别的国家解约了 我们就可以浪费了 只要别的国家环保了 我们就可以破坏了 还真的有美锤公知 用美国的逻辑 天天怼中国 让我们学习人家的环保理念 他们的逻辑是 你看美国垃圾产生的一不少 但人家分类回收多好 从来没有到处吃垃圾 空气都是甜的 人家的垃圾回收 比我们强太多了 还不赶紧学起来 呵呵 这些人不知道的是 美国垃圾回收率 只有35% 远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就算是收回来的垃圾 大部分还是卖给其他国家去了 所以不是美国垃圾处理做得好 而是美国根本就不处理 直接扔向全球12个发展中国家 帮助消化 就是美国他家垃圾少 是因为他直接从窗户上 扔到别人阳台上去了 美国和他们的小弟 都是这个做法 他们不是环保大国 他们应该是 名副其实的垃圾国家 不只是美国 澳大利亚 日本 韩国 都是卖垃圾的大户 公认高环保的加拿大 人均垃圾产量 世界第一 再想想中国工师们写的 日本为什么那么干净 美国为什么非常干净 这些国家很干净 是因为垃圾都给全世界消化了 其次 垃圾回收率不等于垃圾处理 光收回来 谁都可以 开着垃圾车运就可以 收回来能好好的处理 二次利用才是真厉害 他们垃圾分类的意识确实很强 乱丢垃圾都是犯罪行为 洛杉矶垃圾回收率65% 西雅图50% 旧金山则80% 很高 确实很高 我要开始吹美国了吗 不可能的 因为美国分好类的垃圾 收回来 还是照样倒在同一个地方 等于分类不分类一个样 然后再都打包卖出去 自己根本没处理多少 就算是处理 也一样是掩埋焚烧 照样破坏环境 那为什么美国不好好处理呢 美国科技可能强悍 但在垃圾处理上 还是靠最原始的方法 填埋 垃圾60%都是填埋 10%为焚烧处理 回收利用20%到30% 其中一大半都卖给其他国家了 美国三亿人口 只有87座焚烧垃圾发电厂 几乎都是15年前修的 而中国有504个 但是中国产生的垃圾 比美国少多了 美国的处理设施根本不够 可美国人认为 焚烧垃圾气味难闻 天天反对 要疯狂造垃圾 又不愿意处理垃圾 美国的环保组织 各种不让美国烧垃圾 曾经最多的时候 有600垃圾焚烧厂 就因为环保组织 天天口诛笔伐 抗议游行 垃圾处理占越管越多 现在只剩几十个了 美国人又不想花钱处理 用于工人手动分解 10美元一小时 再加上运输啥的 处理一吨垃圾 400到1000美元 还得考虑有毒有害气体 没有补贴 企业和工人都不干 要么自己花400美元处理垃圾 要么10美元一吨 卖给其他国家 美国不想花钱 又不想破坏自己环境 还想封住环保组织的嘴 给民众树立一个 重环保的假象 于是就把很多垃圾 换运到发展中国家 挣了一笔不说 还带动了就业 扔到别的国家去环保了 这就是美国的环保理念 别管我怎么处理的 反正我把垃圾弄出去了 在改革开放初期 我们因为被长期封锁 缺乏基础资本 需要废钢铁 废纸等物资 而中国自己这类废弃物较少 开始向外国进口 全球每年生产5000多万吨电子垃圾 曾经70%被卖到了中国 全球每年产生730万吨废弃塑塑料品 曾经56%被卖到了中国 欧盟27国中 曾经87%的再生塑料 被卖到了中国 在最高峰时 中国垃圾进口量从450万吨 增长到4500万吨 吞下了全世界一半的垃圾 卖给我们垃圾最多的 就是那几个光鲜亮丽的发达国家 美国 加拿大 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英国 这里面量最大的就是美国 垃圾曾经是对华出口第六大类商品 还有日本 几年前很多人吹日本垃圾回收多厉害 对 垃圾分类是比我们厉害 但他可能不知道 日本是向中国出口垃圾数量的第二名 每年对华出口近144万吨垃圾 换句话说 日本垃圾分类是为了更高效的向中国出口垃圾 最表的就是澳大利亚 垃圾卖给了中国 但政府不敢告诉纳税人 以至于某些洋人和澳吹 天天吹去澳大利亚垃圾处理多么优秀 所以有句话叫欧美岁月静好 诠释其他国家负重前行 不过当年我们也没有办法 工业基础差 一些原料资源缺乏 不考虑环境污染问题 减阳垃圾确实有利可图 能减回来大量优质便宜的资源 让中国主要接收和回收的也是这三大类 2000年的时候 中国2000块一吨从美国买废旧CD碟 磨干净就能卖25000块一吨 汽车大灯灯壳 手机盖板 插座 眼睛片 用的都是这种塑料 那时候中国甚至没有生产这种塑料的能力 好多企业都是用这种再生塑料 佛山市顺德区的家电制造 几乎都用的是这种 再比如电子垃圾 一吨主板零件可以提电出来200克黄金 1000克白银 100千克左右铜 几克到十几克不等的把勃金 普通的一吨金矿石的含金量 只有15到20克 远低于废旧手机 从美国买废品 还奉献了一个中国首富 九龙职业的张音 1990年就去北美拉废纸 成本极低 赚了很多钱 05年就混成了 成为全国第一 亚洲第二 世界第八的造纸巨头 中国第一位女首富 所以洋垃圾回收 就成了中国一些地区的支柱产业 比如广东贵雨 全球最大电子废弃物级散地 河北文安 全球最大废塑料集散地 广东结石 全球最大养垃圾服装批发中心 广东贵雨镇最多的时候 有10万人从事电子垃圾回收 一个家庭小作坊 一年赚上百万元 一整个镇一年出产十多万吨铜 甚至一路可以直接影响 国际铜价的走势 但这些垃圾处理地区 最大问题就是环境污染 广东贵雨被称为血迁镇和癌症村 全村80%以上的中小学生 患有呼吸道疾病 小孩子都是在垃圾堆长大的 把医疗针管当玩具 反正就是从天上到地下 没有好的地方 如果纯是废纸废塑料瓶子 回收价值还是很大的 当美国家卖过来的 完全就是垃圾桶 什么都有 2012年 日本企图把1,127吨的 辐射超标废金属 色137运到中国 还好被海关查获 另一点 一些黑心的老板 会省钱直接人工分件 只给一斤一毛钱 农民又不认识外国字 也没有防护 最多戴一副手套 一个口罩 没有分类检测仪 只能用火烧 然后观察烟的颜色 或者用鼻子纹味道 没有清洗设备 就用洗衣粉 清氧化纳 火解 烧解 浇到成堆的垃圾上 沸水直接顺着地面流 处理不掉的就地焚烧 烟雾 折天蔽日 羊垃圾就这样处理了20年 直到最近几年 中国发展起来了 自己的产业链完善了 再也不需要进口羊垃圾了 回收这段岁月 我并不觉得丢人 没有人能永远站在天风 谁都有打盹的时候 尤其是一个 有着5000年漫长历史的文明 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 美国已经在修102层的帝国大厦 我们还在打仗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 美国已经普及了计算机和汽车 我们连自行车都是奢侈品 40年前 我们的GDP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 但是正是因为 我们的艰苦奋斗努力拼搏 到今天足足增长了50倍 接近美国75% 我们曾经在5000年的历史上 数次落后 但每一次都是迎头赶上 而美国这个抢劫惯了的国家 到今天已经沦落为 全球第一债五国还在疯狂的浪费 真正到吃虎头的时候 等待它的只有分裂了 2017年7月 中国对欧美说 我们不接垃圾了 要接除非满足我们的标准 纸板和费金属的杂质 不得超过0.5% 美国的垃圾厂 连夜增加人手 进行了巨额投资 升级自动化分解设备 提高人工费用 调慢分解速度 限制回收类型 甚至还邀请中国客户 来参观他们的工厂 并进行随机抽查 没过多久 2018年3月 中国说 你们也别降低标准了 四类24种垃圾 我们都不要了 2019年 中国又说 别忙活了 还有其他16类垃圾 我们也不要了 2020年11月 中国最后一次表态 全面禁止进口固定废物 欧美直接地震了 过去的20年 世界上一半的可回收物品 都被运往中国 现在中国不要了 欧美傻了 你不要垃圾了 我们的环境怎么办 我们还怎么环保 所有国家垃圾出口量 暴跌90%以上 大家可以看下面这两张图 中国拒收 欧美的垃圾越堆越多 美国随便一个垃圾站 每月收回来665吨垃圾 这样的垃圾站 美国有49个 再堆下去 美国就被埋了 无奈只能拉去填埋和焚烧 但美国焚烧场又不够 最大的卡万塔焚烧炉 每天也只能焚烧3510吨垃圾 还得排队 垃圾填埋成本 从每吨3美元 飙到了70美元 焚烧发电成本 每吨46美元 以前卖垃圾还挣钱 现在还得到贴数里 之前 美国三分之二的费纸 直接送到中国 现在回收品价格一落千丈 费纸从100美元一吨 降到了5美元一吨 街头收费纸的美国大爷都哭了 韩国更淡疼 48家私营回收公司集体罢工 大量垃圾堆砌在居民区 收回去的垃圾也装不下 本来容量是2000吨 硬生生对了16万吨 大货整整焚烧三个月都没烧完 据说还要再烧五年才能完全解决 英国直接向中国低头求助 垃圾不要钱 回收的资源都是你们的 求求你们收了我们的垃圾吧 中国毫不理会 直接拒绝 倒贴钱都不要你的 一肚子气的欧美 触发被动 甩锅 美国说 中国禁止洋垃圾 影响了全球垃圾的回收利用 违背了WTO的义务 欧盟说 中国的政策 将破垃圾转向没有处理能力的第三国 造成环境破坏 韩国说 如果中国像过去一样进口垃圾 韩国就有环境危机 外国网友说 凭什么中国可以拒收垃圾 应该让世界公投 中国 WTO的义务就是接收垃圾嘛 那你们怎么不帮我们接收一点呢 你们把垃圾运到第三国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好像破坏他国环境的是你们才对吧 我们收不收垃圾 凭啥让你们决定 你们被垃圾埋了 关我什么事 就算垃圾堆到青瓦台 我们也不要 例行甩锅后 欧美第一时间还是找夏家 东南亚 泰国 越南 孟加拉 老挝 马来西亚 印尼 菲律宾 无一幸免 这些国家不要了之后 开始盯上土耳其 塞内加尔 埃塞俄比亚 大家想想 中国不要的量 全塞给了东南亚 是什么景象 东南亚的垃圾处理回收能力 比中国差远了 大部分都是小作坊 基本上就是周围的平民 分解剩下的 直接粉烧或者填埋 2016年至2018年 两年时间 东南亚塑料垃圾进口量 从83.7万吨 增加到226.6万吨 接收了全球四分之一塑料废物 226万吨是什么概念 我大概算了一下 相当于1618亿个矿泉水瓶子 中国14亿人 一人扔115平的体量 这还只是塑料垃圾 金属废纸就更多了 关键是 他们夹带私货 什么厨余 意料垃圾都混在里面 往过运 东南亚本来黄赌毒诈骗 就够烦人的了 现在搞的环境一塌糊涂 再一看中国禁止洋垃圾了 忍了半年 受不了了 弹牌了 越南 马来西亚 泰国纷纷减少进口量 取消垃圾进口许可证 最凶的还是菲律宾 杜特尔特是什么人呢 上骂联合国秘书长 潘基文愚蠢 下骂奥巴马 是son of the beach 2019年4月 杜特尔特给加拿大 下了最后通牒 如果再不把走私 到菲律宾的垃圾收回去 我就包船 把垃圾运到加拿大的海滩上 最终 加拿大灰头土脸的 自费114万美元 运走了69个垃圾集装箱 马来西亚 印尼 越南 都跟着退回了不少垃圾 但都是少数 大部分 只是有害的生活处于垃圾 也就是污染太高 实在没法分减的废品 毕竟东南亚的经济 还是要靠回收废品来维持 电器家具 木材 铜芯 铝合金回收 是有利可图的 在越南捡一天垃圾的报酬 是6.5美金 差不多等于15万越南炖 相当于两斤猪肉的价格 对于一个平民来说 总比饿死强 再加上很多人篡改一下 货物集装箱文件上的代码 偷偷摸摸走私垃圾 一时半会儿还进不了 但东南亚统一了口径 关键未来还有能拒绝 再不处理 自由女神都要被垃圾淹没了 想了几圈 终于想起来自己的问题 于是赶紧开始投资建设 垃圾处理厂 号召分类提倡节约 一股环保旋风突然刮起来了 欧盟全面禁止一次性塑料产品 对塑料征税 星巴克停止使用一次性塑料吸管 提供可回收的无吸管盖子 澳大利亚实行回收行业计划 英国启动25年环保计划 向塑料宣债 美国颁布了多项 有关回收管理的法案 引入新的垃圾分类标准 利用人工智能来处理垃圾 机器手一分钟 能分减80件废品 远超过人工一分钟30件的速度 日本拨出数十亿日元资金 对塑料公司的塑料回收机器提供补贴 韩国财法们定上了垃圾回收行业 开始建立自己的垃圾处理系统 华盛顿的垃圾处理公司就表示 因为中国不收垃圾 所以我们要做垃圾细分和回收处理了 可以说我们拒绝洋垃圾 带起的蝴蝶效应 倒逼了欧美循环利用产业的发展 推动了发展中国家 跟进拒收发达国家垃圾 推动发达国家回收处理自己的垃圾 等于保护的全球环境和全人类的健康 还帮他们进行了产业升级 带动投资回流 增加就业 刚开始处理自己的垃圾 危机都还没过去 欧美就又飘了 又开始嘚瑟了 高举环保的大旗 全球开始了乱指责 就从洋垃圾这件事上 就能侧面反映 这些欧美国家有多垃圾 欧美人文化上骨子里就傲慢 认为消费属于自己 垃圾属于别人 找一个出口垃圾 帮别人发展的理由 满满都是施舍心态 垃圾多还不负责任 明明有技术优势 但就是不自己处理 非要转移给别人 转移废物 还有夹带私货 还有偷偷摸摸 篡改 曝光标签 中国不收了 还有指责 丑恶嘴脸尽险 现在好了 中国强大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隐山 越来越深入人心 你们的垃圾 我们都不会要了 生活垃圾不要 文化垃圾也不要 垃圾人也不要 中国不能永远 给你们当保姆 你们该自